好 在苗栗的头份的泰玄公 因为机身出手挥打女直视的影片 遭到网络舆论的踏发 料姓的女公主召开记者会还说 这个影片是遭到恶意的后制 而且侵犯了肖像犬 同时呢 对当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 威廉成提出了 妨害名誉加重诽谤之诉 这个是我们中天新闻网独家取的 威廉成的声明稿哦 他提出五点的声明 表示已经依法搜集相关的市政 不排除诉诸法律 要来维护自身的声誉 但是整起事件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 其实啊 庙方这回还卷入了 两个月之前在南投的校园 见血冲突事件 当时有五专生的二年级学长 因为走路碰撞 找人来欺压学弟 好 学弟受不了了 拿美工刀反击划伤一个人 现在还传出 当时欺压学弟的学长之一 他同样也是泰玄公的机身 学长领着十几名小弟进教室呛瞎 将学弟团团包围 四周助阵 看热闹人等不断叫嚣 这是发生在两个月前 南投校园叠血案件 两名学生因为走路碰撞 大打出手 当时被包围的学弟 实在受不了欺压 亮出美工刀狂灰 画上一人脸颊 当场见血 没想到这件事 跟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苗栗太玄公扯上边 当时其中一名欺压学弟的 五专二年级学生 脸书自我介绍栏就挂名 自己在苗栗太玄公 担任白身王爷 太玄公因为巴掌事件 越闹越大 先是庙方开记者会 我们真的是合理怀疑 这样子的一个神祥 是被后置上去的 后来又有新角度曝光 鸡桶起击降价时 出手狠甩一旁 女执事 快点啊 尽管被一旁工作人员挡住 但声音依然清晰 新画面等同打脸庙方说法 如今太玄公又卷入两个月前 南投校园见血冲突 庙方依旧大门深索 得不到回应 南投校方则低调表示 没有线索 两件事原本不相关 却因为鸡桶暴力 这两个共同点互相连结 也让巴掌事件 可说是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曾伟祥 彭志明 徐一文 王世涵 南投苗栗采访报道 海皇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